这是炖了四个小时的红烧大鲤鱼 一看就入味啊 红烧大鲤鱼 红烧排骨 硬菜 大肘子 漂亮 一人炒菜 全村为官 走来闯北吃大鲤 今天我们在河北宝定熊县米家务镇发兰村 宝宝100天啊 200块钱 升个鲤 这个宅子漂亮得很啊 师傅这个灶啊 你们看一下 连的是这个油虎 我以为是豆油啊 或者菜油啊 是装在这里头了 它是供的燃料啊 这里头装的是什么 酒精 酒精啊 烧酒精的蒙火灶 这边打对虾出锅 这边打对虾出锅 柴火灶啊 五连排 一百 一百 我的二百 卖 我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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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锅 осто管 二百二百好好嘞这里头包的是什么 包的豆沙馅 哦所谓甜品了哦 这个是熊献特色 对对对熊献特色 包的是豆沙 裹这个粉再油炸 哦最终就是这样是吧 这边炖着的是大鲤鱼 阳光下的红烧大鲤鱼啊 这锅是什么 排骨 排骨 这个是泥丘吗 是 是做凉菜 这个也是第一次见啊 然后这边几个凉菜 一会儿要浇油 凉拌 五个凉菜今天 它这边算熊安新区的农村啊 熊安新区它包括熊县 安新和熊县都是在白羊店的边上啊 今天这个席是360块钱 16个菜 五个炒菜 五个凉菜 四个炖菜 两个签子啊 360块钱 40桌 哇 一勺热油 一勺热油 漂亮 刚刚我们又了解了一下啊 这是熊县特色白羊店鞭的泥丘 这个菜叫熊县特色白羊店鞭的泥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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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六的大席五个凉菜五个炒菜四个炖菜两个签子 漂亮 这个三百六的席在你们这算什么一个档次啊 算基本 基本啊 平常啊 就是基本 你们这最便宜的席能办到多少天 我们最便宜的头家的鞭饭 最便宜的头家的鞭饭最便宜的 一两百 一百五 一百六 菜汤 再来一盆芡 这个就粘稠了 炮长一响 开始了 烧鲤鱼出锅 这个是今天比较硬的菜之一啊 哇 这个叫壁子啊 一看就入味 这个是刚勾芡的菜汤 炒虾仁出锅 这也是相当硬的菜啊 大肘子 这个是什么菜 溜素卷 溜素卷 这边大鱼上菜的技术水平啊 太高了啊 不用托盘 直接胳膊肘子上 五盘菜哦 这个画面太美了太美了 第一次来这个保定打席 太震撼了啊 虽然菜没有栏方的那么硬 但是这个感觉直接是拉满了 今天这个洗药啊 是40桌 分三轮啊 一轮13桌 第一轮是妇女儿童老人们先吃啊 然后老爷们全部都在这围观看着烧菜 这个画面激励器激励器 就跟我们小的时候啊 九几年我们七八岁的时候提起一个感觉 一个感觉 不在于菜多好 在于一家有喜事 全村都上了这种亲情友情淋漓情 第三轮啊 终于轮到我们了 这个菜还有花奖啊 扣肉 你们保定熊蟹这边吃皮都是这个这种配置 对对对 哦 表配 表配 这个大馒头 那叫波波 那这边这叫波波 哦不叫馒头啊 叫波波 干汤吃 哦波波啊 对 你们家小孩多大 23了 你们家小孩 结婚也可以查我的 必须的 他朋友了吗 嗯看着呢 那也快了 快了 结婚的时候一定看你 哎 来 这是我们熊蟹的八个啊 赶着发个等 这啥啥都有 这啥啥啥 这里实际的小孩买一点 嗯 嗯 嗯 算是 鱼好吃 鱼好吃 鱼好吃啊 这边特色就是鱼 嗯 这个都是专专的特厂 哦 让你一年能办多少厂呢 对 今天办 1200 200来厂 200来厂啊 可以可以 这个是 是 有个天鲜的 天鲜的 天鲜的啊 天鲜的 你都是豆沙啊 出了胸腺吃不到的 美式 胸腺特色 咱们喝点啊 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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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喝点 那你开喝 不喝 你可以喝点 其中你可以喝点 不喝不喝 咱吃了 今天我们 你这个菜汤带酒啊 嗯 来 喝汤 大姐你吃啊 你端菜端的那么好 哈哈 大姐我敬你 你端菜第一名啊 兄弟们 嗯 您抱一口 看看 一会儿蒸起来